早成者未必有成,万达者未必不达,不可以年少而自耻,不可以年老而自弃,我们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也有着成功的前置,除非是我们不想成功,不想出人头地,或者是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起色,随着年纪的增长,优秀的人越来越多,他的能力也让人望尘莫及,常常有一些大器晚成的人,他们都有几个非常奇怪的特点与特征,看看你有吗? 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欢迎订阅大道无形,隐忍,小不忍则乱大谋,懂得隐忍的人才是那个后继薄发,一鸣惊人的大器晚成之人,其实我们对田击赛马的故事都耳熟能详,大家最后都只是关注了谁赢谁输,关注了事情的处理方法,殊不知其中有着隐忍的大道理,马分为上中下三等, 用下等马去应对别人的上等马,差距之大,耻辱之大可能没有几个人能够接受,但是要只有接受了自己下等马与别人的上等马之间的差距,接受了这一份耻辱,你才能等到后面用自己的上等马去比别人中等马,用自己中等马去比别人的下等马那种威风, 耻辱永远是一时的,只要我们能够熬得过,便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越王勾剑的人辱负重,握心肠胆,最后换取了越国的兵强马壮, 孙殡的人辱负重,装疯卖傻,换回了一条性命,更换取了最后齐国的繁荣昌盛, 屈辱只是一时的,唯有懂得隐忍,方能得到最后的成功,能承受穷苦和委屈, 曾国藩说,受不得穷,利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很多人不明白穷苦和委屈对人生成长进步的重要性, 但曾国藩用言简意概的话语说清楚了,曾国藩认为,一个人遭受住了穷困, 就可以磨砺自己的品质,继而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一个人遭受住了委屈,就可以完成别人完成不了的事情, 无形中突破自己心理承受极限,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出, 这一点我也是深有体会,以前在部队时,班长让我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看起来完成不了的任务, 而且还要标准特别高,我感觉很委屈,于是告诉班长任务的困难性, 班长告诉我你只管去做,于是我顶着很大压力和委屈去做这件事, 最后竟然在短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了班长赋予的任务, 我自身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所以,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能够忍受住委屈, 顶住压力,只管去做,最后大多事情办成功了, 曾国藩说,吴胜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 所以说,大气晚成的人能承受穷苦和委屈, 拥有开阔的眼界, 往往那些大气晚成之人,不会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 他们看是看得都比较长远,眼界也要比普通人更宽阔, 就拿三国识的刘备来说吧,刘备的前半生可以说是磕磕绊绊, 他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和磨难, 一会儿投靠袁绍,一会儿投靠袁术, 一会儿投奔曹操,看着就像个墙头草一样, 但刘备的眼界却很宽阔, 一开始他就做好了长远的规划, 后来他一边招贤纳士,一边提升自己的能力, 特别是在得到诸葛亮的辅佐后, 刘备的事业可以说是蒸蒸日上, 很快刘备就建立起了蜀汉王朝, 如果当初刘备的眼界很窄, 他也没有远大的报复的话, 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蜀国了, 所以想要做出一番事业, 必须得拥有开阔的眼界, 还得早对未来做好规划。 其实放到现在也是这样, 现在很多人眼界比较窄, 喜欢做一些安逸的工作, 靠消耗青春赚钱的工作, 如果说消耗青春能赚到钱的话也还行, 但很多人消耗了青春也赚不了多少钱, 随着这些人的年龄不断增长, 随时都会有被替换的可能性, 所以说在年轻的时候, 应该要放开自己眼界, 提前对未来做好规划, 该学习学习, 该提升提升, 这样才有取得成功的机会, 不要每天浑浑噩噩的在那里混日子, 混日子只会一点点消磨我们的斗志, 长远来看, 混日子对我们是很不利的。 懂得双赢, 已经浮损一支, 无救, 真吉, 利有优亡, 得尘无加, 意思是, 不减损他人的利益, 而是增加他人的利益, 没有过错, 坚持下去极力, 会有大收获, 可得闲人辅佐。 有一次, 记者采访李泽凯, 你的父亲李嘉诚, 究竟教会了你怎样的赚钱秘诀? 李泽凯说, 父亲从没告诉我赚钱的方法, 只教了我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 父亲叮嘱过, 你和别人合作, 假如你拿七分合理, 八分也可以, 那我们李嘉拿六分就可以了, 这就是李嘉诚的成功之道。 当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 从对方身上多的利益的时候, 以为赚得越多就越成功, 结果是多赚了眼前的利益, 而输掉了未来, 只有懂得双赢, 才能福报不断。 具备良好的品行, 纵观那些大气晚成之人, 基本都是品行很好的人, 他们深安为人处事之道, 深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 一般来说, 一个人具备良好的品行, 就能够遇到更多的机遇, 人生也更容易取得成功, 试想一个品行很差的人, 就算这个人能力很强, 但这样的人, 如果给人打工的话, 老板一般也不会重用这样的人。 因为品行差的人往往自私自利, 一旦让这些品行差的人做上高位后, 这些人很可能就会滥用手中的权力, 从而做出有损公司和老板利益的事。 如果品行差的人做生意的话, 往往也很难得到客户的信任, 得不到客户信任, 就很难把生意给做好。 所以说品行差的人很难做出一番事业, 总的来说, 一个人不管目前有钱没钱, 都应该保持良好的品行, 只有保持良好的品行, 才能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且未来也更容易做出一番成就。 没有良好的品行做支撑, 那么是很难逆袭成功的。 积极乐观的心态 中国大气晚成的代表人物非江子牙莫属, 江子牙出山是在七十多岁, 这个年纪已是古兮之年, 但是江子牙不服老, 在没有得知之前, 干过很多的营生, 杀牛宰羊卖过肉, 开店烧饭卖过酒, 但是这些职业并没有打击到江子牙, 江子牙白痴, 一颗乐观的心态, 活得也是相当的洒脱, 世间俗世并不影响他学习治国安排, 帮的心态, 最后遇到民主周文王, 又辅佐周武王, 开创了一个新的朝代。 远的不说, 就拿当年的刘强东收过破烂和马云, 也买过地摊货, 但是这些丝毫没有打击到他们, 反而以乐观的心态面对, 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坚持,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 没有人能够永远随波逐流, 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曲折, 有些人遭受挫折, 选择向命运低头, 这就是为什么利六雍度过了他的余生。 然而, 有些人并不害怕失败, 相反, 他们从失败中学习, 并不断提高自己,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刘备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流离失所, 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站立的地方。 他就像泥泞世界中的一条亡里的鱼, 然而, 他没有选择放弃它, 相反, 他坚持不断地失败和战争, 最终把蜀汉三分天下有其一,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 因此创造了不同的生活轨迹, 即使因为运气不好, 或者没有遇到伯乐, 人们在中年时仍然一事无成, 但是, 只要坚持这四个品质,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就能成功地反击, 你将来会变得富有或昂贵。 济雷, 蒲松陵的《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小说集, 这部作品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从此以后, 文言小说就雄风难载了, 聊斋志异之后, 虽有纪云的《月威草堂笔记》等, 但已难成气候, 而蒲松陵写《聊斋志异》, 并不是躺在床上迷思苦想, 而是在自家门前设了一个茶馆践行者过, 避强语语, 搜起说意, 随人所知。 就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蒲松陵积攒了大量的素材, 在经过挑选和整理之下, 使他写出了这部伟大的书, 在我们生活中,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今身处在职场, 我们需要的是积攒人脉, 人脉不是一天就能够完成, 而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 虽然这条路十分枯燥无味, 只要熬过这一关, 你就会成为人中龙凤, 读国学经典, 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